男生和女生其实都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到底是被感动了还是真爱上了 爱的是那份对你的好 还是真的爱上了这个人 好好考虑一下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的时候 我想我还是比较珍惜你的 毕竟我们这段感情来之不易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或者我们试着换一种方式 来处日子的话 我想这还是不错的 或者我们以后会过得更加好 希望你可以再给我一些机会 我也觉得其实老师说的也没有错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 很多东西都应该是相互的 我觉得我要爱的是你这个人 而不是你爱我的方式 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你的冷暴力 如果你改不了的话 我觉得以后我们的矛盾还会很多 我觉得受不了这种解决方式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我以后可以为你去改变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 请回来请回 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谢谢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对年轻的朋友 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